芳辣一战,梁山君宋万首先惨死,杜谦是最后一个牺牲的,水浒中的这些小细节值得不断回味。 施奈安这么写究竟有何寓意?身为梁山元老的他们是怎样的人?带着疑问一起来看一看。 作为梁山元老的两人,地位不断下降,最后战死在沙场上。 随着梁山画世人的改变,宋万和杜谦经历了三段截然不同的待遇。 即使与宋江是梁山上的第三代画世人,在他之前的梁山领头人,第一人是白衣袖舍王伦,第二人是托塔天王朝盖。 王伦这人不行,不仅心胸狭隘,而且济贤度能,是一个没有格局的领头人。 他治下的梁山实力非常一般,可能都不是清风山的对手。 第二任画世人朝盖是一个忠厚之人,如果他在梁山第一把交椅上长期坐下去,那梁山顶多就是一个大号的二龙山,也没什么前途。 正是因为这样,吴勇才会慢慢地靠向宋江阵营。 梁山第三位画世人宋江,他手段毒辣,肚子里有使不完的阴谋轨迹,这样的人才能带领梁山不断壮大。 在王伦做老大的时候,他的身边有两个头领,就是梁山二寨主摩着天杜谦,和梁山三寨主云里金刚宋万。 梁山四寨主是汉帝忽律朱贵,他负责山脚下开饭店,以此来打听各方的消息。 杜谦、宋万和朱贵这三个人,其实在《水浒传》中的存在感并不高。 三人身上值得讨论的也就只有那名不符实的绰号了。 云里金刚这个绰号的拥有者宋万,摸着天这个绰号的拥有者是杜谦,汉帝忽律是朱贵的绰号。 宋万和杜谦的绰号极具讽刺意味,其中最难理解的绰号是朱贵的,他也是三个人里面所占笔墨相对较多的。 将汉帝忽律这个绰号拆开来理解,在古代呢,忽律是鳄鱼的意思,鳄鱼在水中是十分凶猛的动物。 汉帝的鳄鱼感觉差点意思,实在是让人理解不了是个什么鬼。 但是呢,从原主中朱贵的人物性格来看,他的确是个凶残狠毒的人。 朱贵在山脚下开的饭店和孙二娘所开的饭店都是一样的,他们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。 在原主中呢,是这样描写朱贵的,只要有钱人来到朱贵的饭店,轻则用蒙汉药将其麻烦,重则直接当场把人砍杀,然后将身上的精肉割下来用来制作成腊肉,招待下次来的客人。 身上的肥肉就割下来,煎成油用来点灯,和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有的一拼。 从这点可以看出来,朱贵是一个狠人,他的所作所为,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 但是呢,他和杜谦宋万是一样的人,都是些欺软怕硬的主,也只敢欺负好人。 宋万和杜谦在老大王伦被杀时,他们都干了什么呢? 在林冲收拾对他百般刁难的王伦时,杜谦、宋万和朱贵,这些梁山的二三四寨主,站在一旁,直愣愣地看着,一动也不敢动。 从他们的绰号看来,宋万和杜谦应该是身材魁梧高大之人。 按理来说呢,身材如此魁梧高大,不用动,只需要站在那里,看上去就十分彪悍,而且非常吓人。 情景模拟一下,假如你在古代的野外赶路,碰到一个像五大郎的人,突然从林子里跳了出来,顶多呢,就是被吓一吓。 假如,遇到身高将近两米的宋万和杜谦,他们拎着寒芒闪闪的家伙从林子里走出来,可能当场被吓晕过去。 在林冲面前,两人除了身材魁梧高大外,其实没什么本事,一点优势也没有。 而且面对强大的林冲,万哥和千哥呢,也只敢低调行事,根本不敢得罪。 两人还曾劝王伦说,咱们自身本是低位,哪里拼得过他们,还不如做个人情。 不得不说,两个人呢,还算是十十五,才保住了自己的小命。 火并王伦时,两人全程没有说一句话,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大让人给宰了,真是无情无义的庸碌之辈。 王伦被强行下台后,林冲拥立朝盖,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。 这时的宋万和渡谦就十分尴尬了。 梁山的领导层更新换代,他们在梁山上的地位肯定会下降。 之后,吴勇做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,公孙盛呢,则做了第三把交椅,林冲则做了第四把。 接下来,总该轮到宋万和渡谦了吧。 没曾想到,做了第五把交椅的是刘唐,他们只好哭哭等着。 第六是软小二,第七是软小五,然后才轮到渡谦和宋万,他们排到了第九第十把交椅。 寨主朝盖为什么这样排呢? 在他看来,两人都是无情无义之辈,这样怯懦的鼠辈一定不能加以重用,也许自己就是下一个亡轮。 自己的老大被林冲按在地上,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 作为梁山的元老,宋万和渡谦的排名为何不断下降? 在亡轮被杀之后,渡谦和宋万在梁山上的地位变得不是一点点的尴尬。 朝盖是个忠厚的人,自然不会太过为难他们,但是宋江可就说不定了,他有狠辣的手腕,谁见了不害怕呢? 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上,宋万和渡谦这种没什么本事的人,只能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。 面对强大的外来者,来到自己的地盘,再没心解明白,保住小命,那才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,在朝盖等人成为梁山的画室人后,他们也非常的失职,自己退到了最末位。 随着加入梁山的好汉越来越多,梁山上高手如云,猛将也越来越多。 渡谦和宋万的牌位越来越靠后,说他们心里不苦, 肯定是假的。 在王伦还是梁山画室人时,杜谦和宋万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。 他们不说万人之上,手底下管理的人也得有个千八百。 梁山上的人呢,见了宋万和杜谦二人,也得叫上一声三寨主和四寨主, 还是十分威风的。 那时,二人也是个人物,可现实却是一技重锤, 让优秀的人慢慢承认自己不再优秀。 之后加入梁山的杨志,胡炎卓,董平等人, 随便挑一个出来,都远超宋万和杜谦。 他们不仅武艺高超,而且都能独挡一面。 宋万和杜谦面对这样一群人,哪里还敢叫板? 武松,鲁智生和史晋,随便一个就可以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。 宋万和杜谦二人一见到武松,都是一副低头哈腰的样子。 上山的人越多,杜谦和宋万的地位就会越靠后。 梁山上的108好汉全部聚齐,两人的椅子都要排到忠义堂的门口了。 在梁山大聚役的时候,宋万和杜谦的排名已经排到80名开外。 梁山上有真本事的人,他们东征西逃立下不少战功。 战场上一般轮不到宋万和杜谦冲锋陷阵,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。 征逃方拉一战,是最需要人的时候,宋万和杜谦被宋将安排上了真正的沙场,结果都惨死在战场上。 这一战,梁山军第一个阵亡的是宋万,最后一个牺牲的是赌钱。 两人都是被马踏而死。 从他们的死法来看,两人真的不是打仗的料,顶多就是冲冲场面。 宋将在祭奠宋万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, 一想到宋万这个人,虽然他没有突出的贡献,但当初梁山坡的开创还要多亏了他,今天只有在泉下做客了。 这也是宋将仅有的一次对宋万进行正面的评价。 宋万和杜谦的经历和结局也是一类人的真实写照。 三位债主三种经历,在鱼龙混杂的梁山,他们可以坚持到方腊一战,也实属不易。 施奈安在方腊一战,对宋万和杜谦结局的描写可能是一个时与钟的意味。 方腊一战就像是他们经历的缩影,他们最早上梁山,一直生存到了最后一战。 但是没有一记之长的宋万和杜谦,在人心险恶的江湖上始终不会有好的结局。